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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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你又買超忌的豬扒包嗎? 不是超忌的 說得不像我家附近而已 不如我幫你買吧 超忌就在我家附近而已 只差幾條街都叫附近 免得麻煩你了 不是還沒幫你買過 還是你覺得調了新部門 就懶得你我這舊同事 那你這麼快就好 好,走吧 這部這部是不能去市場部的 在對面 對,再見 再見 麗京 早安 怎麼到法後鬥? 沒有 對,我幫你去人事部那邊 收了一封 原來投資部也有頭額的 對,他們的平核市已經接受報名了 過幾天還字字 你是否打算參加的? 是就要快點了 那你知道平核市何時會考嗎? 好像下個星期已經是了 下個星期? Hanson 是 歡迎你 我們投資部的MicroLam 之前開會見過 歡迎你加入我們投資部 謝謝 介紹你的同事你認識 各位同事 Kate,這位Hanson 是我們新來的投資部經理 Kate 你好 Jane 你好 我是Woy,多了時間 這麼早 其他同事還沒回齊 待會再介紹你認識 好 我帶你看看房間 好 林太太,一起看看 好了,我先說文件 知道了 好,走吧 好 你的房間的觀察 比我的房間更漂亮 Michael 其實我在投資方面 不太在行 現在一來就做投資部經理 我怕不太成績 你是個總裁的意思 其實在這些市場部的成績 大家有目共到的 相信你很快就上手了 不用擔心 有什麼不明白的 所有人都樂意幫忙 對了,林大不是經理嗎 為何沒有自己的房間 他是助理經理 根據公司規定 只要有經理或以上的職位 才有自己辦公室 林大他是聰明 雖然現在是助理經理 但只要交出成績 公司很快就調升他 好了,不妨礙你了 有什麼需要的就直接跟我說 我幫你安排 好的 對了,我想看看投資部 這三年的資料 不妨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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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人拿過來給你 謝謝你 誰 這麼晚才開燈 打算問誰 我幫公司省電 你這麼晚還回公司幹什麼 樓上開燈 留本記事寶 打算下來找 你剛才調過去就要開燈 那邊的事我不熟 我打算多看投資個案 你要多怪 其實你不用自己摸 你有什麼不明白 可以問林大格 他一定會幫你的 他手上已經有這麼多東西跟我 我還拿著他嗎 其實對他已經很不公平了 投資方面他比我經驗 我想到他 職位比他高 做私人房 其實有什麼不公平 人人都知道 雖然榮海是上市公司 但畢竟都是你們海家的 你姓海的 在榮海打工 難道要從低做起嗎 你剛來市場部的時候 一來就當主任 一樣有自己的房子 我爸爸以前就是教我從低做起 我從小到大 也是工作木機器的 那是你爸爸隨和 不說, 找東西 你的東西經常亂放 你看看窗台下面 是不是被窗簾遮住了 聰明了 這樣也被你猜到 當然了, 我跟了你這麼久了 叫你帶我去投資部你又不肯 你找到東西上來也不用自己找 我也想, 但是… 我知道, 榮海是榮海的規矩 所以我現在很努力地讀書 去考內部調職事 那不妨礙你溫書, 走吧 謝謝 小爺在這裡 你特意去買宵夜給我嗎 知道你在這裡, 買一起吃吧 我想等過來 趁熱吧, 腸粉 你怎麼知道我宵夜喜歡吃豬腸粉 認識你這麼久才知道你心裡 你去吧, 上次你買的那些少爺就是這些 我還以為你這種少爺 難怪這些東西 你怎麼吃不習慣 你以為我只去大餐廳 我覺得少爺最棒就是這些 油炸鬼, 腸粉 至於早餐最棒就是 澳境街超級豬扒三文治 多做一個奶茶的地道 我也覺得這些東西很好吃 怎麼樣?書讀得怎麼樣? 我的頭快爆了 你這麼辛苦, 也要去投資部 不用客氣了, 早猜到了 你猜到了什麼? 你是不是…喜歡的人 早就知道你跟林大有事了 你胡說什麼?你不要胡說 你看你緊張成這樣 就知道我沒有胡說 你跟林大一早不知多熟 你這個老人事也只有他知道 總之你就不要胡說 我跟他一點都沒有 我只是為了多加點薪金 聽說投資部會有四個月花紅的 行…不用這麼認真 說笑而已, 吃點… 吃點… 好, 到了 這麼快? 我是說這麼快就回家 我可以多點時間溫習了 你這麼晚還溫習? 不如休息精神, 明天考試好過吧 我怕我還有很多東西還沒記熟 給自己一點信心 你這麼有決心 進投資部一定行的 對了, 這麼晚要不要送你上去? 不用了, 我自己上去就行了 好吧, 我走了 再見 請 媽媽, 你怎麼知道我回來的? 我不僅知道, 我還看到了 兄, 剛才送你回來的男生是誰? 很英俊 是我同事 同事又會無緣無故送你回來的? 我明天還要考試, 我先回房間 今晚不說清楚, 大家都不用睡 到底他是誰? 是因為在公司他又要加班, 我要加班 所以他就順路開車送我回來 就是這麼簡單 不是吧, 我剛才看到你看他的眼神 是很溫暖, 很疼的 不是吧?我不是那麼明顯吧 臭死鬼 要不要害羞 男歡女愛是天經地義的 怎麼樣?是不是喜歡人 是就出擊 但是我不知道人家怎麼想的 你管他怎麼想的? 一看就知道他喜歡你了 不然他怎麼會陪你開夜 又陪你回來 你又不見有人送媽媽回來 是不是? 不是吧, 他剛才在公司問我 是不是喜歡鍾琳大 如果他真的對我有意思 怎麼會這樣問呢 他這招叫做試探 他現在分明在試探你 試探? 是呀 那你聽了之後, 你怎麼回答? 我當然不是 那他聽了之後, 他怎麼回答? 他沒說甚麼, 只笑了一笑 就對了, 明明他喜歡你了 你想想, 人家怎麼會不八卦呢 如果他以為你喜歡那個鍾琳 他一定會打破沙盤, 問到毒 怎麼會這麼容易收口 他現在不說話 是因為他已經知道你的心是怎麼樣 所以他就閉嘴了 是人類, 你平時很精靈 怎麼這麼笨 我怎麼知道 那現在知道了 那就行了, 現在大家都喜歡對方 只不過是差點看誰才開口 不如這樣吧, 女兒, 你主動出擊 那怎麼行?我是女孩子 誰說不行? 誰說女孩子不可以追男孩子 以前我也是這樣追你爸爸的 放心吧, 女兒, 媽媽支持你 要不要媽媽過你兩招? 不用了 不是吧, 我這兩招很棒的 煮早餐呢, 最棒的奧景街 超級豬扒三文寺 多煮個奶茶就沒辦法了 我要一杯熱奶茶, 多奶少甜 還有一個豬扒三文寺 要烤焦點的 好啊 謝謝 謝謝 早餐到了 你今天不是要考試嗎? 還有十分鐘 這杯是熱奶茶 豬扒三文寺 好啊 你特地去買嗎? 不是, 今早剛好要和媽媽買東西 經過那一頭就買了 我去拿手袋 謝謝 沒有燙傷吧? 沒事, 幸好這杯沒事 剛才訂好了, 再說沒辦法 你這麼緊張這杯? 是不是人家送給你的? 一定是祝小姐 你別說要考試 是呀, 那我先走了 加油 你不要發現我們榮海投資部 有些問題 我看了之前的資料 我發現我們的投資部 回報比其他公司低 你也發現了 其實榮海近一年的投資 都放在物業市場 用其他衍生工具賺錢的比率 相對比較低 現在每個人都怕經濟衰退 公司要減低風險 順利成將會趁著樓價低落的時候 將所有資金放在物業市場 那說了一點道理 但我不太贊成 我覺得是保守 為甚麼 是 現在股市跌落身低 只要看得準 身低吸納 還可以幫公司 賺到幾倍的利益 但風險似乎會大很多 我之前跟總裁提過 我們投資部的作風 有些保守 他也很同意 一會開會 你不妨大膽跟他說 對 如果你覺得進取一些是可行的 我也傷痛 大家有甚麼要補充 沒有了,總裁 Henson 聽說你替了投資部 這幾年的資料 有甚麼投資的新方向 其實這幾年投資部 都有很可供的匯報 賺了不少錢 但相比其他同級數的集團來說 其實是偏低的 偏低 宇曼國際和博勝誕 投資的回報都是10% 至於月輝高就更高 有上13% Henson 其實這些數據 是在去年中公佈的 第四之後整個形勢不同了 讓Henson先說 其實Henson也覺得 現在我們手上的資料 和實際的市況 在第四之後 也有很大的差距 不過我仍然覺得 投資方面應該進取一點 那是怎麼樣 Linus曾經提過 入市買甲級雙下 我絕對同意 我就覺得 一些有業績的上市公司 和低息貨幣都有投資價值 如果不進取一點的話 就要輸給其他公司 你的投資方向很積極 吸納甲級雙下 我們可以考慮 不過投資在低息貨幣的時候 就未必太過急進了一點 太過急進會令到我們的股東 有點擔心 不過你的提議 我會積極考慮 沒什麼事, 我去散會 去吧 做生意有很多學問 你心機慢慢考慮 在投資方面 我也不是一個保守人 去吧 阿京, 你的調職是有結果了 快去查看看 快去查看看 不行嗎?不要緊, 下次再考吧 我考到了 考到了?拿來看看 對了, 真是批了你的投資部 你應該很開心才對 為甚麼還要像虎瓜桿一樣 都不知道調過去好不好 這麼辛苦才考到 當然是調過去 我怕那裡的工作, 我還不理 怕甚麼?事都考到 證明你行 都不知道你想甚麼 幸好這錶沒事了 剛剛才撿回號像 再說是沒有證明 你這麼緊張這錶? 是不是人家送給你的? 一定是祝小姐了 光臨大, 怎麼樣? 我做了一份模擬投資表 我今天是一百萬美金 你看, 給點意見 這麼勤力? 上次你叫我進取一點 我進取得不顧風險 那投資的東西, 如果平衡的話 二叔也是這麼說 有時候我就不太明白 雙廚樂, 她真的好像想教我很多 有時候想起她要出賣家電廠 我也不知道她是甚麼時候 或者她真的要出賣家電廠 所以就在這裡留個位置給你 那你想想 你要你的家電廠還是在這裡打工? 我當然不可以放棄家電廠 就算了, 那就行了 看看怎麼樣, 看看是不是做得很差 其實做得不錯 當然了 還有地方要改進 所以就要你給意見 大佬 什麼事? 林大 這麼好來探望我們, 不用回醫院嗎? 她今天放榜 你怎麼記得? 當然記得, 口水怎麼樣? 合格, 我很快就可以做醫生了 恭喜 謝謝 那就要吃一頓可惡你了 如果你打算和我慶祝的話 媽媽明天會和我辦個慶祝派對 我會預料你的了 這麼開心的事當然要來 對了, 預料你的 還要我嗎? 不過別忘了 有人考試入間要送禮物給我的 我當然記得了, 有拖沒見 好, 聽著吧, 你說了甚麼? 關你甚麼事?白宮, 拿著 為甚麼你用紙杯? 沒有, 經常打破杯子 用紙杯就算了 好, 完成 漂亮嗎? 很漂亮, 想不到做蛋糕也不容易 有多難 你有空去我的咖啡店 幫我做蛋糕 我包你一個月之內 都會變成做蛋糕專家 那到時候我頂上你的咖啡店 來做, 那就一句兩句 好呀, 這樣說 那我可不可以把心碎 做臭小婆 Hanson呢? Helbert呢? 拿去地府拿走 他們現在沒事了吧 自從Hanson進了榮海之後 他們倆的關係好多了 那就好了 上次Macy's birthday party 我們倆叔叔 吵架, 反面子 我多怕我們倆家人 又不能來往 現在還要好 還可以一起祝福 我真的很開心 我們以後都要保持這樣 我也希望是這樣 好呀 好呀, 這枝吧 不是, 不是這枝 這個是在旁邊那枝 八四師 老婆來看看 這枝吧 看看是八四五的 好, 慢慢來 這個八四五 是八四五, 就是這枝 你知道嗎? 這枝酒我跟二手一發幹 找了很久才找到 那酒廠老闆說 他們現在的酒廠只剩下十八支 我買了三支 這麼厲害? 什麼? 出去嘗嘗 好 帶同這個發光 一起找美酒 小姐 歡迎 我想找一隻打不難的杯 我朋友經常打冷杯 有, 我拿給你看看 謝謝 媽媽 什麼事? 派對的東西差不多準備好了 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快走了 半個小時後到 車子小心點, 不要開這麼快 知道了, 再見 小姐, 這個不壽鋼杯 一定打不難, 還有音樂廳 只要一拿起一隻杯 杯底感冥倒光 就有好聽的音樂了 真有趣 請你幫我找個漂亮的禮物盒 包起來吧 沒問題, 謝謝 謝謝 開酒器 原來是這裡 是 這張照片大嫂家裡也有的 為甚麼Albert要摺起大哥那邊 你們嘗嘗 我不是很喜歡的 不過很容易入口 這些酒我珍藏了很久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 拿一瓶回去吧 不用了, Henson也很少喝酒 是呀 找得我這麼辛苦 阿嬸, 坐 你的書房找到了, 酒苦也有過 阿嬸, 你嘗嘗 我不能喝 嘗嘗 我知道你一定會喜歡的 你嘗嘗喝一點 有些朋友介紹我喝一次酒 也不錯 有機會嘗嘗 你現在甚麼都搞完了 借欠林大爺為主角 林大爺說有些事 遲些才到, 那我們不用等我 是嗎? 那嘉年還沒事要跟他 是不是榮可有事給他做 除非有突發事件 他剛才早走過我的 可能他去買禮物給Maisy Maisy說回來的, 應該到他了 我買了拉包, 我就拿出來 到時嚇嚇Maisy 你以為還小嗎?還玩這種事 不是, Maisy喜歡的 嚇嚇她也好 Lisa, 你說好嗎? 好, 這麼開心, 就去玩玩吧 當然Maisy打回來, 說要點回 我是凱美少爺爸爸 我女兒甚麼事?她撞車進了醫院 她現在怎麼樣? 我們女兒叫她凱美絲 警察打電話通知我們說她進了醫院 凱美絲, 姨神家在裡面搶救 你們不如坐在旁邊, 等醫生出來吧 搶救?為甚麼?很嚴重嗎? 是不是很嚴重?很嚴重嗎? 這方面由醫生回答你 Lisa, 你不要太緊張 你要固執自己 你不能太衝動, Maisy沒事的 沒事的… 凱昇 怎麼樣? Maisy怎麼樣? 醫生在裡面搶救, 好像會嚴重 請問有沒有凱美絲的家屬? 是, 我們是, 我女兒怎麼樣? 雙子的情況已經穩定 沒有心靈的危險 不過腰部的脊椎 曾經受過萬年的撞擊 相及到神經線 手腳的活動能力可能會受到影響 甚麼? 甚麼叫做... 手腳受到影響的意思是甚麼 你是不是...是不是會彈? 現在還很難估計 情況要等她醒來才知道 甚麼叫難估計 那情況是甚麼? 你告訴我 我告訴我 那情況是甚麼 你別這樣 最壞的情況可能是會終身探望 醫生 醫生… 醫生… 甚麼事? 甚麼事?你醒了 痛不痛? 有沒有甚麼不舒服? 告訴你們 對不起 傻女兒 怎麼說對不起 是意外而已 大家都不想 爹地最重要是你康復 你要靜心休養 知道嗎 是呀 你要好好休息 我們每個人都支持你的 你很快就好起來 會出院的 媽...媽...你... 媽...媽... 你媽媽不知道你這麼快會醒 回家跟你拿日用品和衣服來 你明天睡醒就會見到你媽媽的了 你明天睡醒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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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 你別這樣 你出了事,我怎麼辦 聽話 那他現在怎麼樣?他醒了沒有? 他是不是傷得很厲害 他醒了 我看了他,我還不能聊幾句話 他精神也不錯 那他知不知道有自己的傷勢嗎 我...我不想刺激他 我打算等他好一點之後 找個機會再跟他說 那如果是自己才發現 他會不會更辛苦 我要去看他 不要亂說 醫生... 你血壓這麼高 醫生為樂曹會很危險 我要去看看女兒 醫生 你不要這樣 我知道你很擔心Maisy 但他現在還不知道自己傷得這麼嚴重 如果你進去 你激動了,不就只會嚇倒他 何況你現在重生大小 你不顧自己 也要顧你看我裡面的那個 Maisy現在睡了 你先讓他睡醒,好嗎 他睡了 是啊 乖 二嬸,你也要休息一下 Maisy晚還要你照顧 你們要撐著,不能有事 是呀,讓你休息一下 是呀,讓你偷足精神 才去看女兒 乖 乖 是呀,聽話 你還要休息一下 來吧 乖 乖 姑娘 好 開小姐她怎麼樣 她剛吃完藥睡了 我想去看看她 不要太久 謝謝 醒醒 好 睡不著嗎 是不是很痛 要不要叫醫生拿止痛藥給你 為甚麼你會回來 那我不放心 你回來陪陪你看看我 林太太 我很害怕 不是這樣 我那時候也撞過車的 我也很怕,很怕會死的 但最終我也沒事 為甚麼 因為一個很厲害的醫生救了我 你救了我這麼多人 我天不會讓你有事 我的手和腳沒有感覺 麻醉藥沒過 你可不可以拿 床尾的那塊板給我看 好 不在這裡 不知道是否有姑娘拿走了 我想太多了 你一定會康復 繼續做醫生,繼續救人 然後自殺 老親 請,請幫人家拿走 我愛你,我愛你 臉,你怎麼會做 我愛你,某些人家 我愛你 楊,我愛你 有薑味 放心吧, 老爺 這兩糊竹照足你的吩咐去煮的 那些東西下車了沒有? 那些東西下車了 老爺, 你看不舒服嗎? 有點頭痛, 拿點藥給我吃 Lisa, 我正在來 誰告訴她的? 好, 我正在來醫院了 阿浩, 走了沒有? 來了… 老爺, 回去再說 甚麼?老爺在做甚麼? 上班再說 老爺, 約 不吃了 為甚麼會跑?為甚麼? 為甚麼?走 你…醫生說 只要你做法理治療 你不要說話, 我是醫生 我怎會不知道 我回去也不可以做一個正常人 不可以的 好… 我先救我 不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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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甚麼要騙她 你明知道她會知道的 你這樣騙她自己肺炎就更痛苦 為甚麼… 是我…是我不對 老爺, 你別這樣 我不忍心告訴她 我也不知道怎麼告訴她 對不起… 老闆, 那個老爺已經由盡登庫了 但她竟然想投喜賢區的福地來發展 還想賤我們壺 這消息可不可靠 可不可靠 可不可靠 如果老爺真的跟我們打對抬的話 她到時把那塊地的地價抬高 就算我們拿到那塊地也沒有肉成 變成雞腦而已 是雞腦的, 給她吧 不是說因為那塊地是沿海 如果我們投賭的話 對我們將來發展那塊地段很有利 為甚麼這次你這麼快放棄 為了消滅一個死前難打的敵人 放棄一塊地, 值得的 老闆, 拍賣會那天你去不去? 去, 我還有一個有膽識的人陪我去 老闆, 你沒事吧? 你幫我出去拿藥 總裁 Hanson在這裡嗎? 他出去了 他回來告訴你, 我找他 知道 這麼大嗎? 是 你覺得喜賢區那塊地 值多少錢? 那塊沿海地區地價比較高 而且政府有很多限制 地積比率又不可以高於3 還要補地價 要不然為了將來同區的相關利益 但是坦坦達地 價太高未必有利可同 那你認為達地 最多值得一錢? 我猜20億 高的20億沒有肉食 如果高的25億還要虧錢 地皮拍賣會那個人 你和Hanson跟我去 拍賣會? 替我通知Hanson 好 甚麼事? 媽媽今天出院了 甚麼事? 告訴我媽媽你喜歡吃甚麼 媽媽回去煮給你吃 隨便吧 甚麼事?你要加油 你很快就像你媽媽那樣 健健康康地出院了 甚麼事?媽媽把房子收拾乾淨 等你回來 出不出院都無所謂 對我來說也是一張倉而已 對我來說也是一張倉而已 把房子收拾乾淨 你沒事就很快就出來了 我記得我出門的時候 家裡有恭喜的裝飾 都回到家了 好好休息一下 洗個澡, 睡個覺吧 大嫂, 我沒事了 你先回去吧 不好意思, 阻礙你這麼多時間 不會 對了, 二叔 上次你提起的蜜糖 我朋友在加拿大帶了兩瓶給我 下次我叫Hansel拿給你 我忘了, 謝謝 不用了, 那我先走了 再見 我扶你上班, 等你睡了之後 我才上班, 好嗎? 為甚麼你叫大嫂幫你買蜜糖 沒有, 上次我傷風感冒後 我發現她說吃了蜜糖會有用的 來 我聽說大嫂是你介紹給大哥認識的 你跟大嫂是怎麼認識的 為甚麼要問陳年往事 我見兩家人疏遠了這麼久 現在難得是回到一起 你跟他又好像很熟 所以想了解一下 爸爸還沒死的時候 我們經常一起吃飯 後來才疏遠了 來, 上去吧 我會知道 我會想要吃飯 那甚麼要吃嗎 我會做到一起吃 你會想要吃飯 你會吃飯 我會想要吃飯 你會吃飯 你會吃飯 我會吃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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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